资本市场风雨过后一定见彩虹 经济学家高善文那篇文章火了 在结尾呢就这么说的 但是可惜呀 整篇文章除了这一句在夸着外 其他所有的篇幅都是在吐槽 吐槽什么呢 他主要的观点有这么几个 首先我们正在出现 类似于日本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可是仔细看看呢 又会发现我们跟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 主要是表现在 虽然我们现在住户部门的信贷在减退 可是企业部门却是在正常增长的 制造业投资正常 民营企业占比仍在上升 一些新兴产业甚至投资强劲 25岁以上的劳动失业率 甚至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 这些特征都和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结论相悖 所以呢 现在的困难他认为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 叠加疫情的疤痕效应所导致的 这些困难给资本上带来了相对悲观的环境 而A股本来就有个臭毛病 就是短期的波动太大了 市场的情绪极其敏感 这和缺乏稳定的长期资金 以及机构考核过于短期化功利化有关系 同时呢 上市公司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难以做到持续和健康的分红 这也损害了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 尤其是那些国有企业 横向比较的话 分红率是明显偏低的 所以最后呢 他提出的建议就是 延长机构考核期限 以及鼓励国有企业带头回购和分红 并且表示 说现在市场已经开始破题了 相信以后会有好日子的 看完高老师的文章之后 我会有很多的感触啊 但是也不太好说 我怕又被限流了 咱们就只能说吧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也不是这一两年才有的 也不是最近才发现的 长期来看 今年的各种困难 不一定是坏事 有的时候呢 不逼一把的话 这个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或许很久以后 咱们再回头看看 今年将会是资本市场改革 很重要的一年